所以咱们今天第二首歌曲 中文叫妮娜 意大利语叫妮娜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像啊 妮娜妮娜 它不就是换了一个调说吗 那么这个名字就告诉了我们 意大利语跟中文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什么相像啊 意大利语特别像中文的汉语拼音 意大利语是一个拼读的语言 它一点都不难 所以咱们这个爱好者们啊 千万别害怕 别担心咱们在第二节课 李老师会一点点教你们的 你看咱们这个歌 NINA N就是呢 下面咱们这个汉语拼音当中的呢 一不就是呢以你吗 呢以你 呢以你 然后呢啊什么 那 所以这个歌就叫尼那 这就是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就是这么读的 尼那 它只是换了一个腔调 因为意大利语当中没有四声 中国没有啊 啊 啊 对不对 啊这就是一个四声 尼是个二声 啊我们还有尼 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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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有四声 但意大利人呢通常都是平声 或者是四声 啊有的时候一问句会有二声 所以它没有四声这么 没有四个这个 啊 拼音啊没有四个声 所以说我们在说意大利语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说尼那 我们会说妮娜 妮娜 这就是意大利语 但其实拼读是一样的 啊 那么这个歌啊 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且且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古典歌曲 啊 那么其实准确的来讲这个歌不是艺术歌曲 准确的来讲它是选自意大利的古歌剧 啊在17世纪1719年到1762年所创作的这个歌 它是歌剧三个可笑而潇洒的男子汉当中的一个选曲 这个歌呢它表现了是母亲去哀悼啊 哀悼自己思念的王女啊 她的女儿叫妮娜啊 她思念她死去的女儿啊 演唱的那么一个歌 期待能期望她的女儿能跟她再次重返人间 表达了她的深切的情感 那么这个歌呢 啊采取了这个在线式的单二部曲式 单二部曲式在线式的单二部曲式啊 然后呢第二部分啊一开始我们的节奏呢和旋律呢 会呃会比第一部分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呃对比啊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的节奏旋律会更加的呃激进一点 嗯嗯 呃所以这个歌呢通常来讲啊 呃 女生演唱的比较多 因为是妈妈唱给女儿的嘛 妈妈唱给女儿的嘛 已经三天了 来晚了 哈喽 没关系 回去看回放啊 你好 哈喽 我们刚讲完中国歌 现在讲外国歌啊 我们这个中文的歌词是 已经三天了 你已经离开我三天了 你呢 你已经离开我三天了 你呢 你在床上安静地睡着 在床上安眠 你听 那外面锣鼓声响连天 醒来吧 我的妮娜 醒来吧 我亲爱的妮娜 请你不要雨是长眠 请你快快回到我身边 请你重返人间 醒来吧 我的妮娜 醒来吧 我的妮娜 请你不要永世长眠 歌词非常简单啊 但是这个歌呢 我们 这个歌呢 我们要理解一下 它这个 讲述的是什么 所以咱们要用一个 比较抒情的 带着一点悲伤的 这种感觉去唱 类似于像唱这种哀歌的感觉 那这个歌是非常有名 对于我们在声乐技术上来讲 对于我们训练学生的声音的连贯和气息的连贯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歌 因为通常我们唱这种比较悲伤的作品 都是用比较连贯的感觉唱才能感受到它的悲伤 而不是跳跃的 你看这个字很跳跃是吧 你会通过音乐的这种跳跃感 去训练我们的 这个另外的方面 比如说横歌肌的运动 但这个歌是特别训练你的连贯 好 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歌词吧 说一下这个歌词 我刚才呢 想到了一个好的方式 我先喝一口水 给大家说歌词 哎呀一节课讲两个歌我也很累 好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们 请你们用意大利语去唱 咱们爱好者们 其实你们可以用中文唱 我们回头可以给你发一个中意文的双语的谱子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个用中文唱啊 离别人间亦三天 离别人间亦三天 这样去唱 好不好 实在不会意大利语的啊 就这么唱 然后咱们的这个 如果会呢 或者是想学的呢 同学们呢 对 如果想唱意大利语的呢 就用意大利语唱 好 我这样 我先用意大利语给大家唱一遍 说一遍词 大家说的应该都有谱子吧 咱们在群里是不是发了 要没有的话 辛苦小黑老师 把尼娜再给我们发一下啊 对 如果没有的话 我先说一下意大利语的啊 P发T R发R 是一个弹舌 我在群里发了 怎么弹舌 R A就发A 所以我们用汉语拼音去说啊 用汉语拼音去说 P R A 是 T R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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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什么 咱们英语当中的 3 3 3 意大利语的 T 就是3的意思 嗯 我教大家说意大利语的数字啊 1 Uno 2 Due Due B U E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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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 Due 3 3是什么 咱们刚学完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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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T 和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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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R在中间 就有点发R R 的感觉 R R T T 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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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文 谢谢一文 把谱子发上去了啊 对 OK OK T T T J Giourney Giourney 这个G啊 展示 Giお Gio Gi호 Gior S Pin Gior 然后下一个 我不是说 Due 你都会拼了吗 你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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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orni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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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 如果他要加那个一了呢 就发k k 这个里面我们有点我们发k的感觉 k k ni na k 说完了说下一句词 in in 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in就发in 有点像咱们树音的那个in in let Lte,L发了LE,E发AE,AE EVEL,LRETO,LRETO。 两个T是双辅音,所以我们 的感觉多加强一点。 LRETO.LRETO .LRETO 是床, 床上,在床上,在床上,in LRETO , in LRETO 是在床上, se s发se e发se 就是汉语拼嘛 把它拼读 ne发什么 ne star star是呆在 呆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她在床上呆在床上 是这个意思 就是妮娜在床上睡着 在床上呆着 她不是那个什么了吗 长眠了吗 她已经告别人间了 是吧 所以她就是 star s发se t发t a发a star star inleto se ne star 好了 我说完了啊 咱们来第一段啊 我先用意大利语泛唱一遍啊 给咱们的 想唱意大利的学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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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听 我觉得特别的好听 啊 只有 没有 现在只有中文简朴 没有意大利文 好的 我这个谱子呢 是 五线谱 但是我这个谱子呢 有中文还有意大利文 啊 有中文和意大利文都有 啊 可以下课的时候 我 我在群里再看一下啊 如果那个谱子不合适 我离了儿再给大家发 啊 再给大家发啊 非常的好听 是不是 非常的那种 带着淡淡的伤感啊 然后又非常的很柔美这个音乐 是不是 提现了一个妈妈对自己女儿的一种怀念 所以这个歌啊 我们要想象李老师说的面照唱法 面照唱法 Keyna 不能在这啊 Ke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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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哼在这了 看见没有 都从面照到这一个位置上走 啊 下一句 Ke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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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伤感 你Keyna Keyna Key 这里面是一个语气词 就是啊 尼那 啊 尼那 尼那 啊 是这个感觉 所以两个Keyna 不能是一个情绪啊 包括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唱也是啊 不能给我唱 Keyna Keyna 不能唱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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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头青啊啊 愣头青 要要不一样 第二个情绪要更加的爆发 Ke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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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伤感 而且这里面运用的那个Vibrado啊 要 那个Vibrado 位置要高 就是咱们的泛音的位置要高 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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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样 打着哈气这样 啊 对画画 买一本意大利歌曲集 我买了 对 这样啊 我把这个意大利歌曲集的这个电子版 刚好我有 我把这个书 把这本书发到群里好不好 把这本书发到群里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咱们这个李老师这个版本 这本书里的79页 就是这个歌啊 把这个书发过去啊 OK 好 大家不要纠结谱子啊 先听我讲这个 好 所以这个泛音呢 要 像是打着哈气那种 是这个泛音啊 这个是 所以你看 我们演唱不同时期 不同作品 运用的泛音都不一样 你说歌唱艺术多伟大呀 我说一说自己都感慨了 歌唱艺术多伟大呀 真的很伟大 所以真的你要是能称为歌唱家的人 那真是值得敬佩啊 就太难了 我自己写我都觉得很难 就是你每一个都不能用一样的 那这个泛音我们就是要那种高泛音 歌剧当中有的音就不能用这个 就不行 它一定是 有的时候是要有一点张力的 但这个不要 这要轻飘飘的 轻飘飘的那种感觉 大发气的泛音 对了 高泛音 这个名字叫高泛音 高泛音 听到了吗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唱 好 好 这句稍微有一点难 稍微有一点难 大家别着急啊 好 我给大家弹一下啊 音是 是 是 在这么多音上面 我们其实这个音也就占了两拍 好 我们学的时候把它拆开学 我们很多我的学生啊 像刚才Evan 唱这个歌的时候 有的时候节奏就是不对的 好 那么今天我也说一下啊 很多我的专业的学生这一句也唱不好 所以大家要放慢唱啊 唱 呃 分成两拍唱 第一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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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按照感觉唱 按拍子唱 西都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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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拍就是西都 就两音 然后 两音一拍 好 我分解一下给大家唱一下 换气 好 这是唱意大利文版的 对 西都西拉 西都米软 对 把它拆开唱 好 这是第一段 那么这个歌正常唱的时候 我们是要反复的 就是 然后反复的开头 好 这是唱意大利文版的 好 这是唱意大利文版的 好 这一首歌 反复一遍 反复一遍 我们这个第一段结束了 好 我第一段给大家用中文唱一遍 好不好 咱们想学中文的朋友们 我按照我这个谱子上的中文 因为不同版本的中文 还不太一样 但意大利文是一样的 都是 意大利文是一样的 中文不一样 我这个版本是离别人间已三天 阿妮娜 阿妮娜 在床上静静安眠 在床上静静安眠 我这个版本 一文你可以给我们在留言区 把中文打出来 饭唱一下中文的 也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放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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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眠 在床上安眠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二段我们的情绪要转变一下 稍微激动一点 通常来讲第二段都比第一段的情绪要高涨一点 我先说意大利文 P.I.读 P.F.F.F.E.P.F.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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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两个F要读双弧 P.F.R.Y. 那我们有些学员 他会说B.B.他会读B.肯定不对 P.P.就是P.P.就是P. 像咱们中文当中的P.P. 波波波 刚好这里都有了 但是没有B 只有P P Pferi TI 谢谢一文 把后面那段词也打出来 听外面锣鼓声响连天 把后面那段词也打出来 打到屏幕上 我先说 Pferi Timpani Cembari Cembari Ce 那加M就是Cem Cem 然后 BA BA Li Cembari Cembari 然后这一句 我们专业的学员很多都会错 他读Svelia 其实不对 S在字头一定要浊化 是Svelia 不要读S 所以是Sveliate Mia Sveliate Mia Nineta Nineta 那不是叫Nina吗 为什么读Nineta呢 是妈妈对女儿的昵称 Nineta 我的小Nina 我可爱的Nina 我亲爱的Nina 是一个昵称 这个有点像我们意大利语文当中 后面加ino 就有点是小话的 Carino 是这个感觉 Zvelia Temia Nineta A C S A C Fa A A I 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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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A C A A C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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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睡了 我的尼娜 不要再睡了 是这个意思 Dorm D-O-R 就是Dorm 就是再次的 不要再睡了 Acho Acho Norma Zwilliate Nineta Zwilliate Nineta Zwilliate Mia Nineta Acho Norma Piu 没有了 歌词就到这里 就这么几句词 非常简单 喝口水缓一下 好 接下来 意大利文演唱份 失败 要给一个小小的重音 P Ferri Team P和Tim 一定要给重音 而且声音直接打出来 直接打出来 从我们的这个面照 男生呢 走小泡沫线 女生走大泡沫线 男生是 男生真声多嘛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才有一个电话 还在给我打 还在给我打 正常唱的 正常唱还是要有一个反复 那么我们今天不反复了 直接接结尾 好 翻唱完了 我不详细讲了 如果哪一句大家不太会可以问我 下面来一个中文翻唱 我还没唱过中文的 我试一下 听外面锣鼓声响连天 试一下 听外面 听外面锣鼓声响连天 心来报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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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外面锣鼓声响连天 才不要永世常言 给大家唱了一遍中文的 我第一次唱 我第一次唱 可能就有一些 我还得看着点谱子 大家觉得好听吗 觉得好听啊 太好了 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 大家学习的方式 太好了 那我们又可以演唱意大利的歌 又不用担心意大利不会 然后我们可以用中文去唱 大家有什么音乐会 有一些聚会 有一些场合 什么年会 就可以演唱这个歌 对不对 非常好听 因为这个歌真的很好听 所以我想带给大家 但是大家又担心语言不会 那么咱们就用中文唱 用中文唱 听第二段啊 听外面落过声 想起来吧 我的泥娜 开心 我也开心 我也开心 真的很好听 所以我真是想让大家 扩展一下曲 牧与牧丹 大家也能唱了一点 就是世界名曲吗 咱们这不是世界名曲啊 这个是17世纪写的歌 大家唱这个 是不是能把好的音乐 带给大家 然后没有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方式 所以大家就唱中文的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咱们的专业学生 还要想唱意大利文的 还是要唱意大利文 好不好 我的饭唱就到这里 对 谢谢大家 我叫